这一组的写作语词跟上面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 有相通之处 这个语词是一方面我们用on the one hand 另一方面是on the other hand 有时候会看到hand省略掉 但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写出来比较好 跟这个相关的有一个on the contrary 或者是contrarily 反之相反的 我们先从补充这个地方先来看例子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clear up clear up 是天气晴朗 但是相反的on the contrary it began to rain 天空却开始下雨了 这是正好相反 我们就要用on the contrary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是指两个层面 两个方面 我们看例子 we don't like Jimmy 我们不喜欢吉米 不喜欢吉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on the one hand 一方面的原因是he is lazy 他很懒惰 on the other hand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he is selfish 他很自私 所以这个写法 这个语词在写作上很好用 现在我们看实际的一个例子 一开始先提出重点 数目很重要 那后面再讲 重要在哪两方面 马上就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把答案给他完成 数目 trees are very important 那前半段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转折语词 比如说不用说 这些都很好的一个转折语 needless to say 数目非常重要 这样就可以把内容可以扩充 一方面 现在讲很重要 两方面重要 第一方面是on the one hand 他们数目已经前面写过了 所以后面就不要再写了 用代名词来代替 代 储存 can store 储存要用store 不要用save save是表示节省的意思 不要太浪费 那就是save 如果是储存 大量储存 我们就要用store 所以这个save 没有那么好 家具我们看 储存什么东西 后面就售辞了 地下水 水是water 水是water 地下 英文就是underground 好的 这个是第一题 但另一方面很重要是在哪一方面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另一方面是 on the other hand 树木 树木 你可以写 重写也无所谓 tree 或者是 they 他们释放氧气 释放 英文就是release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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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release 同学写不出来 那就用这个片语 give out give out 就是 这个 给出来 释放出来的意思 再来 我们看 受词 氧气是alcerin 好 这是前面的句子 后面这个句子 不要忘了 我们要补连接词 释放氧气呢 然后就会使得空气 进化 所以连接词 可以用and make 这个 主词 是共用 是trees 或者是day 所以动词还是用负数 make l 空气 the l 空气 空气如何 进化 空气是被进化的 make是死亿动词 所以后面空气被进化 就要用被动 purify IED 这样就正确了 我们也可以把那个and 不写 改成很棒的一个分词结构 这个时候就变成 making the l purify p-u-r-i-f-i-e-d OK 我们不妨很精简的再加一个结论 因为数目那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 数目有那么多的优点 我们用 有 具有的这个写法很棒 with so many benefit 有了那么多的益处 所以 后面的主词 就是 choice 当然你也可以写 forest 圣灵 就应该要被保护 should be well protected 要好好的被保护 well protected OK 这个 我们就可以 补上去 当做一个小的结论 with so many benefit 有那么多的一个益处 因为这个是讲数目 所以后面的主词用数目 或者是森林 当主词 应该要被 好好的保护 被动 好 这是有关于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的写作运用 老师看了一下解答 发现这个地方漏打的据点 请同学补上去 这样才是正确的 好